欢迎收看最前线新闻,我是张静玲 为了防止北农群聚扩大 淮南市场在昨天筛减了2000多人 结果验出41个人确诊 这当中有29个人是属于搬运工 现在还被爆出 4天前摊伤才搭着穿车去打疫苗 这里头有确诊者 导致超过70人被隔离 化学兵进驻消毒 从里到外都不放过 台北淮南市场疫情再起 事务7月1号接获通知 41人PCR阳性 7月2号凌晨立刻进行管制 直到早上7点半将所有摊犯撤出 而这回爆出的41人当中 仅有12人是摊犯 其他29人都属于流动性的捆工或搬运工 年纪轻而且多是无症状感染者 就有里头的摊犯指出 会爆发染疫不是没有原因 他说感冒 到连来医院就发烧太高烧了 都不能进去 所以才两台车都中重道 一步去35个 一步回来35个都关起来了 据他透露 有为外星香料的摊犯感冒好几天 人无事防疫规范 执意要进场工作 最后确诊 而这也跟市议员吴佩毅 接获的爆料不谋而合 吴佩毅说在6月28号当天 怀南有74人坐巴士去打疫苗 事后裁剪其中一人竟然确诊 还让其他73人都被匡列隔离 怀南市场自治会代表公瑞全更说 这次爆出的41人 其中有两人就是被隔离的摊伤之一 疑似就是因为跟确诊者同车过染疫 然而市场处表示无法证实 卫生局也说难以比对资料查证 只是随着越来越多潜在感染源被揪出 市府还要持续扩大筛检 甚至连市场附近的居民都被纳入 中央地方如临大敌 只盼可能失控的情况 能够获得控制 TVB 华少北林强台北 财报报道 指挥中心在环南市场开记者会时 立委林长佐就呛柯文哲的防疫太慢了 话还没讲完就被自治会长呛瞎 说疫情以来有来关心过吗 还有摊贩要他滚 回去电视上演戏 回去 不用采访 回去 你不要帮我环南市场回去 拜托 不用讲什么 你要演戏 去电视上演 不用跟他演 滚 中正万华区立委林长佐在自己地盘 被选民当面呛瞎 起因是这个 有很多的这些工作 一个月前就可以做的 没有啦 留下留下 你今中正万华区 你从以前到这一段 你有听我们中正万华区的 佩生发现没有 有吗 没有吧 没有 没有 我来听你 你叛瞎的嘛 林长佐要骂柯文哲PCR 做蔡曼 却被淮南市场自治会长大呛瞎 陈其中想缓夹都很难 会长 委员 你议员才没有 不是 我们 会长 我给你吐 我们今天是中央跟 你有来发生一次 你给我们关心一下 有吗 会长 你参加一次来几次 你这些疫情 你给我们关心 大家 我想今天是 我们会配合 我才能听你 这个怒气值非常高 似乎就连林长佐也没想到 我们其实有这个 做相关的这些影片 要相关的这些 怀南市场摊贩 似乎一点都不欢迎 自己选居立委林长佐 就连他之后想要安抚 摊贩也不理情 你今天看到他突然跟陈时中 来有啥眼吗 你还没来啥眼啊 还没来啥眼啊 当前摊贩三台立委 你整天没来关心摊贩 你是 你回去唱歌啦 回去唱歌好了 林长佐一开始跟着陈时中到场 看上去自信满满 被呛瞎之后 一个人离开 身影更显孤单 TVB新闻 陈又想要采为台北报导 呛林长佐的自治会长就说 其实过去两人的关系不错 因为前两次选战 林长佐经厂凌晨 就来淮南市场拉票 但自从疫情爆发之后 除了一通电话就没了 跟过去差很多 才会这么生气 2号早上指挥中心 紧急在淮南市场召开记者会 当地立委林长佐和陈时中一起出现 林长佐早上11点左右 接到指挥中心通知 邀他一起到场关心 站一排时他还悄悄往内移动 紧贴在陈时中旁边 看看原本手持麦克风 是在庄人奖手上 但就在柯文哲讲话时 林长佐默默接走了麦克风 看似就是准备好 等等有话要说 柯文哲话讲一半 一旁林长佐逮到机会 开口就批评柯市府动作慢 反遭淮南市场自治会长 林盛东怒洽没做事 一旁的官员一脸尴尬 但原先林长佐跟淮南的连结 其实很紧密 他选举我支持他 我跟他是好朋友 林盛东曝光两人关系 而林长佐2015拼选战时 凌晨就到淮南市场败票 16年初更是勤劳跑摊 2019年还曾经连续两天 一早就到淮南报到 可疫情爆发后 林长佐除了6月底脸书 PO文说接到淮南摊商陈晴 就没有再去现场 林长佐脸书救火 对于老朋友表达不满 再次说声拍嘞 疫情爆发以来 他跟农委会争取批发市场优先 接种疫苗 防疫以及纾困政策 但网友不买单 留言大酸 继续作秀被喷刚好而已 以为捡到枪 结果被反杀 来看热闹 结果自己变成热闹 他从头到尾只打一通给我 一通电话给我 要的是实质关心和帮助 但林长佐随后还到和平医院 捐赠募集而来的医疗资源 看来也怕再被说没贡献 敏感时候必须多多曝光 TVBS新闻 李国正李怡婷台北采访报道 怀南市场也因为爆出41例确诊 关病了三天消毒 另外中央也跟北市府 成立前进指挥所 并且针对6月8号到7月1号 有去过市场的人 发出了8万封简讯 呼吁快去筛检 那我们两边来设立一个 联合前进指挥所 那共同来面对问题 怀南市场爆出41例央性确诊 实在太惊人 抓地发合作来拆弹 我想时间上都是在跟时间赛跑 有了病例 我们就希望要做 第一个我们要在 环南市场里面 在市场里面设立筛检站 拿着手板列出五大事项 其中要发布疫情 警示简讯 匡列一个地点 北大万板大桥 东至西藏路 南至华翠大桥 西至黄河快市道路 匡列的时间是从6月8号到7月1号 细胞检讯2号万尖8点 就会发出说到的人 无论有没有症状 都可以到社区筛检站裁减 指挥中心将扩大市场 相关人员的筛检数量 而在一楼码头的这块空底呢 未来也将成立筛检站 这次直接做PCR就地设置 是为了方便大家前往 另外中央也要求 2号傍晚前要完成 确诊者疫调 3号要完成密切接触者隔离 同样安排裁减 也要针对匡列风险区域人员 定期裁减 中央呼吁环南市场相关人员 暂时不要移动 不要乱跑 北市府也要在万华地区 设PCR社区筛检站 我们要把附近的这个礼你知道 再做这种地毯式的 扫过一遍你知道 看看能不能把这些 无症状的黑树 一举见面 不过例如永春市场 也有多人确诊 科文哲因此不排除 要设区域性筛检 比较大的问题是这样 设筛检站容易 可是我们现在政府 还没有公权力 强迫里面的每一个人 出来筛检 不然我们设筛检站 他不出来给你筛检 还是没有用 环南疫情扩大 中央也第三度派出 王毕胜担任前进指挥官 中央于北市府 请全力判准能控制疫情 DVB新闻华少平 朱光宏李定强 刘定提台北报道 柯文哲在凌晨一点多 接获通知 环南市场一夜 就塞出41个人确诊 被下行 等于累计确诊 已经来到97例 而柯文哲他也被质疑 包括了快筛打疫苗 PCR三线措施太慢了 但柯P认为都是后见之名 昨天做出来 真的我们也吓到了 不吓到野南 华南市场PCR 一夜暴增41人确诊 柯文哲凌晨一点多 被通知 从睡梦中惊醒 这次市场相关的50%了 所以这个还是一个 蛮严重的事 过去都以为医院是 感染最重要的途径 反而跟市场相关的更多 所以我想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 一个跟教科书上写的不一样 这一刻代价不小 从华南市场爆发确诊以来 柯文哲采三线措施 6月9号起三次快筛 25号开始打疫苗 7月1号又进行 2800人的大规模PCR 时间长达快一个月 被质疑拖太久 无法迅速斩断传播链 要跑得比病毒快 台北市要抢时间 当然得分秒必争 不只城市中认为 柯文哲的处理慢了些 自认还能更好 但华南市场累积97人确诊 中央无法再授手旁观 中午大阵仗到华南 更主动宣示要跟北市成立 联合前进指挥所 当然 柯文哲措施先机 华南市场疫情一发不可收拾 中央趁机进场 硬生生踩在柯文哲地盘上 夺下主导权 TVBS新闻程序 台北报导 今天新增57例 比前天略为增加 而且还没有包含 华南市场的个案 这也意味着 至少明天会有五十几例的确诊 个案 不少民众也担心 是不是会影响到七月十二号 解除警戒呢 陈时中是说 会延后公布餐厅内用等指引 在北市的 在北市的这样的一个大型的筛检里面 还是发现了很多的个案 那这些都还不包含在今天的个案里面 57例本土还不包含 华南市场新筛出个案 纵观全台疫情分布 北市单日确诊二十九例 超越新北的十五例 其中与北市相关的就有五元 两例和华南相关 眼看离七月十二号解除三集 倒数十天 却爆出这一桩 是否影响解封 一个大家心情比较稳定的时候 才做这个 餐饮的这些相关的指引的公布 我们也准备的差不多了 那不过现在的时机似乎不对 华南市场群聚恐酿餐饮解封申变 但陈时中强调 餐饮指引已经定好 仍以解决几手眼前问题 为首要任务 中央看情势做决定 得先把华南破口先补起来 另外死亡数也连两天 两位数人数十五位 两例已曝光的 分别是日前跑步不是路导的 爱尔兰籍男子 死后裁剪阳性 以及彰化桥友大楼防疫旅馆火灾死亡的 四十多岁外籍女看护 住院当中 其实一开始的CT值是17 那后来有在住院当中在测 有降到32.5 死亡后他也有再采过一次PCR 那这次是阳性 那CT值是29 所以看起来是还在这个阴阴阳阳的这个阶段 从4月20号确诊个案累计1377例 2691人重症 其中有60岁以上的4730个长者 超过三成八是重症 目前疫苗累计接种 208万7587剂 接种率来到8.7% 距离群体免疫六成目标 还有一段落要走 TVB新闻 副电话的研制物宣传 SA小组 他也报道 基隆新增了三例 其中有一对是三十几岁的夫妻 太太紧急产下了新生儿之后确诊 陪产的先生也染疫 而在桃园市有同住的离婚夫妻确诊 有可能是跟吕肃王属于同一个感染链 分别是三十多岁 是一对夫妻 因为她是急产 是急产 所以入院 那目前已经顺利生产 那是在生产完之后 那医院进行裁剪 然后确诊 三十几岁的产妇没有症状 因为急产 产后裁剪确诊 已被收治在医院中 他的先生陪着太太到医院生产 一样没有症状 裁剪确诊 也被收治 基隆市紧急匡列夫妻两的 五名家人及四名朋友 总共九个人 至于产下的新生儿 目前一采阴性 也在隔离监控中 离婚夫妻 但是仍然同住 那也是昨天 有症状确诊 那他据疫调 他是跟我们 6月14号确诊的 13091 以及6月20号 确诊的14096 有这一群 这个朋友圈 有联络 那也应该 感染源就在这里 在桃园 有一对离了婚 但仍然同住的夫妻确诊 他们因为身体不适裁剪 双双确诊 由于他们的朋友圈 与屡素网有重叠 不排除是同一个感染源 跟13091 这郭姓朋友 以及14096 6月20号确诊的 张姓朋友 以及14590 6月26号确诊的 李姓朋友 这个朋友圈 如果有跟他们联络 我们没有找到你 那请你跟我们 卫生局联络 我们会很尽全力 来协助 来帮你做裁剪 防土疫情扩散 桃园师傅 特别疫情 与屡素网感染链 有接触的民众 主动联络裁剪 TVBS新闻 综合报导 在前天为您报导过 芳寮果农的太太 在16号 有去过芳寮医院看诊 跟芳山阿嬤的诊间 只差了一间 再加上 共用后诊区 有可能因此染疫 只是两个诊间的 护理人员 却没有全数匡列 立委庄瑞雄 到芳寮医院送物资 他频频发问 觉得疫调逻辑怪怪的 为何跟确诊的芳寮果农 接触的医师要隔离 但隔壁诊间的医师 却不用呢 借过就是副院长 第三诊 他看了东海 果农跟他老婆 看了十次 那当天刚好 仿山那个阿嬷 也来看第六诊 还原六月十六号当天 秘乌返台祖孙隔壁的省盛 他陪同居然搭救护车 到芳寮医院就医 他觉得胸闷 喉咙痛 自己去门诊挂胸腔内科 同时段芳寮女果农 来看脑神经外科 两人相隔一个诊间 共用后诊区 推论应该就是在等看诊时传染 但被匡列隔离的六名医护人员 包含三诊的谢副院长 可是六诊诊间的医师 却不需隔离 那能找到的线索 就是在那个地方 有重点 有重点就在后诊的地方 两个坐在那边 对啊 就在后诊地区 门诊三诊 是神经外科 也是访疗医院副院长 因14816的访疗骂 多次由14734 陪同去 看该诊 因此也匡列隔离 县府回应 院内匡列隔离道 是跟果农夫妇多次接触的医护人员 发病了前三天 传染其未接触果农的PCR阴性不必隔离 而第六诊间帮秘鲁阿嬷省省看诊的医护 因为只接触过确诊者一次 医师 护理师 防护措施也都很完整 加上PCR阴性风险相对低 所以才没匡列 TVBS新闻 叶凤达 频道报道 台北市有牙医与耳鼻喉咳的医师陆续确诊 而两间诊所只相隔450公尺 就议员出面指控 说目前只有匡列医护人员与他们的家人 但是来看诊的病患却没有强制筛检 就怕这些人回到家 进入社区会变成破口 台北市一间牙医诊所有医师确诊了 结果距离这个地方 大约450公尺处一间耳鼻喉咳 他们的医生也传出染疫 现在有医员是突然失控 这个地区恐怕潜藏了社区传播的风险 这两个诊所最大的问题是 去就诊的人都是当地的居民比较多 所以如果当地的居民去就诊了以后 结果他有确诊的话 他不知情的话 他可能会在社区成为社区的一个群聚的问题 回到现场牙医诊所拉下铁门 上方挂着牌子公告6月25号到7月7号休诊 7月8号才恢复 证明染疫的牙医师 5月24号已经施打第一剂AC疫苗 却还是在6月8号出现咳嗽头痛症状 16号确诊住院 匡列的16名员工当中又新增2人确诊 医院指控来看病的127人 为什么没有强制做任何筛检 而同一条路上 另外一间耳鼻喉咳诊所也遇到类似情况 黄色铁门紧闭 草草写下因事休诊6天 副市长日前公布这名耳鼻喉咳医师 上个月23号确诊住院 原本匡列了员工和医师的妻子 总共4人居家隔离 但染疫医师在发烧之后 一直到得知确诊的这段期间 又看了200多名病患 这些病患没有被通知要隔离 只劝他们要出来筛检 虽然筛检出来的结果大多是阴性 但还有一百多人没有踩相关疫调做了吗 接触者全部全部都有被居家隔离 尤其是他的病患 那目前为止居家隔离的规定 并没有办法强制他们做筛检 市长同意我们用工费 我们用计程车资跟检查费 都是由我们来支出的方式 让他们出来筛检 新一区压医汉大安区耳鼻喉科爆发确诊 两间诊所都在六张里 附近居民人心惶惶 希望尽快普筛 比让这里成了防疫破口 TV微信长沐浴里杰台北仓报道 新增两例都是石甲旺市场 阿辉面店的亲友 所以市府是紧急在市场跟染疫者的住家 设置了前进指挥所 对住户贪贩做快筛 而根据疫调他们才刚刚搬家 所以又再到先前住的社区 再加设了一座快筛站 台中石甲旺市场里的阿辉面店老板 有两名亲友确诊 打破了台中连续六天加零的情况 而他们染疫前 时长到市场内帮忙 所以市府紧急设置前进指挥所 对市场内的摊贩顾客 做大量快筛 除了快筛外 市府也加强清销作业 勒令市场停业三天 因为目前这两位确诊者 感染源还是不明 也没有其他县市的旅游史 也没有接触到其他的一些 可能有风险的人员 而其中案14985 确诊后只有重症 住进家户病房 插管治疗 所以目前疫调都还得靠 亲友跟警政单位来做追查 根据亲友表示 这两名确诊者才刚搬家 所以市府也会在距离 美丽电社区30公尺外 他们之前住的 北斯麦社区设置前进指挥所 市府指出传播范围不一定 所以为了防堵疫情 就一定要再加设一个快塞站 而这两个社区住着大量移工 市府担忧他们不知道消息 没有来做快塞 导致疫情出现破口 所以请其他住户 一定要呼吁移工们 一起来做检测 住了不少的移工 还有外籍帮佣 我们拜托 我们的这些 有认识这些移工的 拜托都请他下楼 就在一楼中庭那边筛检一下 这样大家都安心 至于病毒株 是不是大家担心的 Delta变异株 市府表示都还在等中央所调查 但不管是哪一种 都必须防堵 避免疫情再扩大 TPBS新闻成立民宿泰影量翻译台中采访报道